近期闷声发达财的苹果 悄悄在自家的官方商店里上架了机关新品 它们分别是搭载了M2 Pro和M2 Max的MacBook Pro 以及搭载了M2和M2 Pro的Mac Mini 同时媒体DG Times也表示 年底还会推出新款的MacBook Air机型 可能会搭载3纳米的M3芯片 那更加具体的情况还是得更强 一起来看看吧 本次的苹果发布会是又小又短 主要介绍了两款全新的芯片M2 Pro和M2 Max 其中M2 Pro集成了400亿的晶体管 可以提供200GB每秒的内存带宽 是M1的两倍速度 同时支持的运行内存大小也来到了32G CPU方面则采用了8个性能核加4个能效核 相较于M1 Pro提升了20%左右 最高19核的GPU则相较于M1 Pro提升了30%左右 而得益于神经网络引擎的进步 M2 Pro的视频和图像处理速度也提升了40% 而来到M2 Max这边 其拥有670亿个晶体管 相较于上一代M1 Max多了100亿个 同时也是M2芯片的3倍以上 而得益于高密度集成的基础 M2 Max的内存接口也是M2 Pro的两倍 因此内存弹宽同样来到了400GB每秒的速度 最大支持的运行内存就很夸张了 96G CPU方面和M2 Pro完全一致 为8加4的核心组合 相较于M1 Max提升了20% GPU则是来到了夸张的38核 配合更大的缓存 相较于M1 Max提升了30% 可以说是显著提升了 不禁会让人想到之后的M2 Ultra的性能会有多恐怖 产品上先来看看新款的Mac mini 这也是时隔两年后Mac mini的又一次更新 相较于上一代采用的M1芯片 本次新款Mac mini搭载的M2 Pro芯片 分为了两个版本 较于便宜的阉割版 M2 Pro采用了10核CPU和16核的GPU 想要升级到12核CPU、19核GPU的满血版 还得继续加钱 存储空间从512G起步 最高可以达到8起 不过要加18000 从官方商店的页面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使用的是M2系列芯片 本次的新款Mac mini将会支持 ProRaze的编辑码能力 以及ProRaze RAW的硬件件码 接口方面 新款的Mac mini将会提供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RG45网口和一个HDMI口 两个雷雷4接口 两个USB-A接口 以及一个外星科技的3.5毫米耳机接口 如果选配M2 Pro的话 还会额外的有两个雷雷4接口 至于价格 具体大家可以参考图片上的信息 起售价为4499 怎么说呢 如果只是拿来做视频剪辑类的办公 买个4499的基础款还是不错的 至于9999起售的满血版 感觉就有点不太划算了 另一大重点的MacBook Pro 依旧分为14寸款和16寸款 首先来看看小的 14寸的起步配置 同样为严格版的10核心CPU 16核心GPU的M2 Pro 存置空间从512G起步 电源适配功率为67瓦 售价15999元起 而12核CPU 19核GPU的满血版M2 Pro 则是19999元起 电源适配器也是从67瓦升级到了96瓦 存置空间1TB起步 居于14寸的顶配版本 则采用了基础款的30核GPU的M2 Pro Max 24999元起 相比之下16寸的MacBook的基础款 就显得略为慷慨了 基础款即满血版的M2 Pro处理器 19999元起售 存置空间是512G起步 第二档的配置 与第一档只有存置空间的1TB的区别 而如果想要体验目前最强的 Apple Silicon 38核GPU的满血M2 Max的话 至少需要花费27499元的价格 去购买一个顶配版了 那除了芯片迭代所带来的性能提升以外 我们从官方商店的介绍信息中也可以得知 本次新款的MacBook Pro的续航时间 将会比上一代采用了M1系列的MacBook Pro要更长一些 其中新款16寸的续航时间 在官网介绍中来到了22小时 这也是MacBook有史以来最长的电池续航 或许也意味着M2系列的芯片在能耗比上又有一定的进步 除此之外我们还从官方信息中了解到 搭载M2 Pro的新款MacBook Pro的HDMI接口 可以支持最高到8K分辨率 并且支持多声道音频输出 而搭载M2 Max的MacBook Pro最高 可以同时支持3块6K60Hz的显示器 以及1块4K144Hz的显示器 又或者是同时支持两个6K60Hz的显示器 以及1块8K60Hz的显示器 其实看得出这次新品就这么悄咪咪的上线 恐怕也不是什么重头戏了 估摸着又是个来过度的 而根据媒体DTimes的消息人士表示 广达电脑也就是苹果的供应链 目前更侧重于比较实惠的新款MacBook Air 预计2023年下半年发布 最最最最最关键的是 可能会搭载3纳米工艺的全新处理器 所以还是那句话 等等党才是永远地神嘛 那以上就是有关本次M2系列芯片 和苹果新产品的消息了 不知道各位复刻有没有感兴趣的呢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 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